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船上21名船员全属失踪 2007年也发生沉船意外 29位船员下落不明 海面下更被发现有神秘遗迹 从日本云纳国岛一直到澎湖海域 海底都被发现有个大古城 船出这座媲美亚特兰提斯的古城 有着强大吸力会放出磁场 吞下海面船只甚至天空飞机 让船驾飞行员避而有之 广安局人员各个身手矫健 齐报工作 不只要训练精良 就连办公大楼 广安局本部都是机关重重 阳明山广安局戒备森严 内部从未对外开放 是全台最神秘单位 大门口人车进出 看似没什么不同 但其实就在仰德大道下 广安局挖了一条秘密通道 只要出现特殊状况 就可以改走地道 从地图上看 地道连接官局跟对接出入口 等于有两个门 方便进出 密道外观就像是地下道 但地点隐藏在对接高点 车从马路过根本看不到 一千多年前 中国西北曾出现一个 骁勇善战的西夏王朝 直到1970年 这些被弃制的黄土堆 被考古学家意外发现 竟是西夏国王林起 但走近看 三号林镇前峰却有个长宽 近20尺的盗墓坑 关于黑水城之下 深埋西夏王室 黄金宝藏的船员 跟着盛宵城上 也让这个消失的明亮王朝 在天传奇色彩 好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 地下密道 一开始恐怕是为了元首逃生 没错 防空之用 仔细通通其实好多秘密 很多人不知道 对没错 那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老蒋蒋介石 在中国大陆的期间 多次遭到暗杀 所以他对这个逃生 对不对 特别这个等于说注意 所以后来来到台湾了以后 他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讲 那个池湖 池湖也有逃生密道 然后包括台北 士林官邸也传言有逃生密道 所以很多地方都有逃生密道 那么讲到逃生密道 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个地方 就是圆山大饭店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圆山大饭店 现在在圆山的这个地址 那么他被以前说 就是我们台北的龙脉所在 所以这个地方在日本时代 是叫做台湾神宫 那这个台湾神宫 曾经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曾经有飞机坠机 坠毁在台湾神宫 把台湾神宫的部分建筑给烧掉 所以后来台湾神宫改建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上日本统治台湾时代所留下来的相关的这个照片 还是他的这个纪念品里面 都有现在圆山大饭店上面的台湾神宫的照片 那后来呢 那么台湾这个光复了以后呢 就在这个地方盖了一个台湾大饭店 那最主要原因是台湾那个那个外国元首来啊 没有像样的地方来招待这些外国元首的这个外宾 所以在那个地方盖了 民国41年盖了台湾大饭店 台湾大饭店就是现在圆山大饭店的前身 所以后来呢 紧接而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变化了以后 才盖成了圆山大饭店 可问题来了 一直有个传言 圆山大饭店因为出入口只有一条嘛 那如果万一人家敌机来袭啊 什么飞弹来袭啊 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圆山大饭店有密道 而且有两条以上的密道 这以前都是传言 后来证实是真的 这两条密道呢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相关的这个 等于一条乘达78公尺 一条乘达80公尺 一条就往大直方向的北安公园下来 另外一条就往这个建坛公园下来啊 两条下来尤其是建坛公园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溜滑梯啊 事实上是因为讲 因为它都是阶梯嘛 你可以发现它其实蛮陡的对不对 所以呢阶梯一个不小心会跌倒 那蒋介石怎么能跌到 要讲究速率 然后呢又要安全 所以用溜滑梯的方式让它下来 三秒钟就下来 大概你就说 难道你把蒋介石就吞下去了 它整个下去吧 那开什么玩笑 那不是骨折啊 年纪大的骨折啊 没有 它在那溜的过程当中 旁边的水滑梯要扶着你知道吗 跟它一起下来这样子 他们都有长期的训练过那个维安特勤人员啊 都训练过 所以三秒钟就能跌下去了 那个溜滑梯大概是20公尺长左右 那么直接通到建坛公园啊 其实出来的地点啊 我在32年前就去过它的外国案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我太太约会的地方就是建坛公园 各位建坛公园有一个很奇怪的石头 那家石墙盖着这么高这么大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盖到石墙呢 就搞了半天 在这个石墙的后面有一个铁门 铁门里面就是这个逃生密道 那么你从下来的话 铁门一打开 从石墙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干 原来搞了半天 是为了逃生使用 重点来啊 不是只有圆山大饭店 整个附近的三四个人 当圆山建坛山的下面 全部挖空了 像密密麻麻支支网一样 那么刚刚说的圆山大饭店 是在这个地方 它旁边就是圆山指挥所 下面也挖了地道 也可以走过去 也挖了 对 除此之外呢 还挖过这个沿着基隆河 挖到了新建的国防大楼 还有旁边的恒山指挥所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地道 然后还有一说 在士林关底 因为当时逃亡的地方 还有包括士林关底 又一直有一个说法是 连士林关底都可以 直接通相关的密道 士林关底其实一直有一个传言 是可以直通基隆河 你知道吗 这目前还没有曝光 但事实上是不是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呢 在包括池福都有通到河川 直接坐船跑掉 坐快艇跑掉 这个事实上在当年 整个规划里面 都确实有这样的一个 那为什么都是地道呢 其实在圆山大饭店 还有包括恒山指挥所的门 那个门厚度非常的厚 它可以防止核子试爆 也就是你原子弹 核子弹爆炸的时候 事实上它在里面 所有的维生系统 完全不受影响 好 我们来看看圆山大饭店 有人说它是一个龙脉的所在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圆山大饭店 一盖下去之后 是不是已经破坏了 再加上地底 有这样四通八达的网路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气 好 当年老奖到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他身边大家都传 他有个国师 也就是他的一个侍卫长 那这个侍卫长当时 就带着他到各个地方去找 找了几个地方 比如说在圆山饭店的时候 那当时老奖跟他这个 蒋经国先生 那两位都到这个山上去看过以后 他哎呦 这个地方 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圆山后来就被定名为福山 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福气 很好的一个这个地方 那甚至在这个山下地方 蒋经国先生还亲自提服装 两个字在这个山下 那当然这个必须这样提到 就是说当时看了以后 台北市要贯穿进来这个水脉头 最重要这个基隆河这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一个爱口 第一个爱口是从这个基隆河 这边进来的时候 那么你如果由内往外看出去的时候 左边这边是观音山 它是一只大象 像一个橡皮子一样 那这个地方 大象就是我们讲橡皮可以吸水 所以能够吸水 就是代表能够聚才 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些人物 那些这个大企业家 很多的木都坐在这一边 那么它的右手边这一边 刚好是一只狮子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叫做狮象手水口 那么进来以后 进台北市最重要的地方 就在圆山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这个左手边 儿童乐园这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被种 那这个被种是凸起来的 它形状像是乌龟 那么圆山饭店这个位置 它的形状刚好外面下来 一转身头低下来的这个地方 是一条蛇的形状 那么当年有些传说 民间的传说 这个玄天上帝 每经过多少年之后 它下面的这个 有这个龟蛇二将 就会降到人间里头 那就会开始作乱 就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 所以当时传说中 那么有说毛先生呢 他是一条蛇 那这个我们的蒋先生呢 他就是一个这个乌龟的一个 这个传说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里头 也在就是说当时 为什么原来本来要撤退到海南岛 可是后来到台湾来 也就是说因为他说 你看你是乌龟嘛 你可以游泳 可是他是蛇啊 所以如果到海南岛的话 他一样会侵略进来 但是到台湾来说 过了这个海 他就过不来了 那一旦到台北市 这个重要的地方的时候 刚好这边是 一边是龟 一边是蛇 守住这个水口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想到一个方法 第一个 在蛇的头顶上 最平的那一块 那么就盖上 我们现在的原山饭店 而在前面 蛇的鼻尖的位置 刚好就是我们的 太原五百万人种 刚好压在这个蛇的头上 好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呢 地下密道最密集的莫过于是战区金门了 对 金门的地下坑道 它的密集程度 还有复杂密密麻麻 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连南北韩的地下坑道 都是学我们的 而且在这个李明博时代 当时还曾经一度要派南韩的军方 来金门取金 你就知道我们金门的地下坑道 多么有名 而且金门地下坑道 都是作为军事用途的 从以前在823炮战前后 然后到后来 这个两岸对峙啊 非常的这个严厉的时候呢 当时你看军事坑道啊 都是在金防部当兵的 十万大军的金门官兵啊 尤其是阿兵哥啊 便手之足 用靠双手万能啊 全部这个一手一手把它挖出来 你想想看 在当时积居都还不发达 所有的这个阿兵哥到那边 一天24小时分三班制 然后徒手开挖 那里面那个金门地下坑道 几乎都是质地坚硬的花岗岩龙 然后一开始当然 周朝鲜用炸药炸 那炸药炸的时候 里面那个线啊 如果你接了一不小心 然后一不小心 误触或点燃的话 是不是就把人给炸死了 所以在那个年代啊 当时戒严的时候呢 金防部啊 金门在那边地下坑道 这个挖这个战备坑道的时候 几乎很多的这个官兵 受的受伤啊 死的死啊 常常传出很多这样的意外 然后呢 其实你看到金门的这个战地坑道 有很多其实是金防部的官兵 在那边挖出来 没错 但是绝大部分就会交给一些 除了军事用途 他们军事部队束手之外 大部分都会交给 像他们的一些战位 这个战斗部队的这个 他们自治村的一个战斗部落 比如说像琼林 那因为金门至少有12个战斗村 最知名的战斗村就是琼林聚落 他是在金门的这个 大金门的这个封腰部 他挖了那个琼林的这个战备坑道 一公里长 那超过一公里的这个民房坑道 可攻可守 而且曾经在战时啊 他是一个指挥 攻击指挥中心 他一个指挥所 然后呢村民 后来因为挖出来之后 交给村民当地 作为他们一个地方自卫的一个据点 那其实讲到战备坑道 最有名的就是我2000年 那个2001年的时候 当时曾经跟着国防部 到这个金门的花岗石医院去采访 金门花岗石医院 它是从1977年 1978年的时候 就开始兴建了 后来兴建了两年多之后 1980年 就是民国69年就完工了 你看在花岗石 要新降的一个医院 不是那么容易 它是全世界 唯一藏身在花岗医院当中的医院 那有人就想 因为不符合现代的这个医疗需求 所以要关掉 而且生意也不好了 但是有人说是吗 是不是因为里面花岗石医院 长期以来 闹鬼的床门太多了 里面是不是壮阴的事情 很多聚阴之地 所以慢慢的 连当地的人也都谈了会害怕不敢去 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说 以前这边 曾经收治很多的伤患 后来这个阿兵哥在里面 有的是伤重不治 就在里面身亡了 身亡之后 半夜常常看到阿兵哥在里面 走来走去的 然后他们说 根本那个不是人 那个是之前在那边治疗 已经往生走掉了 甚至有护士在那个花岗石医院 晚上值班的时候 他在寻房 寻房的时候 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 看到一个阿兵哥坐在那边 然后问他为什么还没睡 然后他就把左边的脸转过来 左边的一半脸都没了 只剩右边的脸 下了那个护士第二天就申请调职 然后后来还有护士 也是晚上值班的时候 听到那个病房一直打电话来 一直打电话来 那护理站要接电话 接起来之后 唯唯唯都没声音 接起来十几通 后来隔天之后他就问学长 问学长跟学姐说 为什么那个A012号房 为什么他那个病房 怎么每天晚上都会打来 然后他就说 你不知道吗 那个病人上个礼拜已经往生了 他们就吓了一跳 不会吧 他昨天前天今天凌晨都还有打电话 都还接到电话 甚至在里面还听到那个唱歌答树 一 二 三 四 唱歌答树那种声音 他听到那种下停 就会踢正步在里面那种 这个坑道里面 都会传出来那种军事操练的声音 他们就觉得奇怪 到底花钢十一月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调文传算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古堡 哇 这是在中部地区念过书的朋友们 一定都要深夜探返夜冲的东海古堡 是 念过书不代表他们下去过 因为你下去还要有一定的胆量 慧敏所说的这个东海古堡 东海碉堡呢 其实真正他以军事上的架 这个军事上对他的定义来讲 他算是望高辽的泡堡 那望高辽的泡堡呢 他之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文风丧胆 是因为本身新建的目的当初日军 就是为了要防止美军在二战期间 在轰炸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防空洞能够躲 并且有调兵潜将的一个通道 地下通道 所以在里头想必死了不少日军 那这个目前呢 根据已经下去探险过的这些人 还有一些文史工作者的调查发现 地下的这个东海碉堡的 这个四通八达的程度 大概是涵盖了南屯 一直到大渡山区 可是因为下面的到底有多少个通道 到底通道的哪边 到底有多长 甚至有人说 他涵盖了整个大台中的地区 也就是说整个台中盆地的地底下 都有这个地下通道像蚂蚁窝一样 那目前下去的通常都是从我们讲的 就是望高辽十三号塔 结果曾经就有个人拿了二十公尺的绳子下去 下面往下的时候上面的人说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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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越来越小对不对 结果后来听到下面的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二十公尺绳子不够 他就垂在中间 后来他是直接把绳子给解开来往下跳 就是利用像壁虎宫的这个方式这样往下 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是带了五十公尺去 他够了 所以他们估计这里头至少六层楼深 那下去之后所看到的景象更让人大吃一惊 因为呢 他有的地方是有阶梯的 顺着阶梯往下走之后 你就发现他那个走道越走会越来越窄 不晓为什么 他的走道是越坐越窄越窄 然后呢他每一个地方 你转个弯可能就会有一个隔间 那这隔间里头竟然还有人看到石床 不是山顶洞人在这住过 石床是因为日军当时驻扎在这地下碉堡的 每一个军营一个军牌 他们可能要在这边睡觉的地方 一个石床可以容纳四个人 有一位文石工作者叫做吴金树 他说他有一会儿下去更夸张 那是几十年前下去的 他说他有一次下去走走走走 当他觉得这里头那么阴森 有到处都有一些发霉的腐败 腐败的这些味道的时候 因为我们晓得东海貂宝 我刚才讲到这个腐败味道或美味 有的人会觉得毛骨悚然是因为 之前东海貂宝被人家气死过 还有人来这里亲生过 你现在有很多地方东海貂宝 全部封起来 是因为当地的国军跟警方 不希望再有自然死角出现 去把他封起来 可是这个吴金树指使工作者 他是几十年去的 走走走走 各位知道他看到什么吗 他突然看到前面通道越来越窄 怎么有灯泡 他就觉得奇怪 难道这里头还有人在居住吗 而且这灯泡看起来还蛮新的 他就再顺着灯泡往前走 突然柳暗华民有点说 你知道他走到哪了吗 哪里 他走到了当地的国军的军营 他一上去 他发现上面还有卫兵在站上 他大喊一声 任卫兵下来 什么呀 什么呀 封起来了 我先讲到这个人 因为我名字都讲出来了 他现在把他封起来了 所以其实国军把他很多的 下面四通八辣的地方给封起来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学生年轻人 他很大胆地去那边 曾经有四个东海的女学生 一起去那边忘了聊东侧山壁 想要找寻不同的入口 那他们说 你如果不是从十三号塔下去 你可以从草丛里头 也可以发现一些入口 就当他们从马路要往草丛去的时候 突然一个女学生 就突然蹲下 就蹲下来 三个女学生发现 你从后面那里落不去 回头一看 突然那边在哭 好 就三个女同学就回头去 然后说 你太戏句话了吧 阿芳好了 阿芳 你怎么了 他说刚刚我们不是过马路吗 那我们不是一直很兴冲冲的 甚至可以说是很没有礼貌的 要去闯入人家的地盘 我就看到一台车过来 车子开过去的时候 引擎盖趴着一个人说 来啊 陪我们呢 然后我看到我就吓 我就蹲下来哭了 再来看看 台南虎头壁有一座庙 它是假庙 庙怎么会有假的呢 居然是为了掩埋说 这里有一个坑道的入口 那早年其实为了出于掩护 军事基地目的呢 其实类似这样的地下坑道 还蛮不少见的 像譬如说在台南市虎头壁 有一个文昌庙 那看起来好像不太起眼 那可是其实另有玄机 为什么呢 只要你把这个供桌移开 在神像座位底下就有一个坑道 那坑道呢 差不多可以容一个人进出 那不过你走进去 真的走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走到一公尺左右 就停住了 为什么 里面因为年久失修就堵塞了 那为什么有这个坑道呢 那有人是说 这边有一个野战基地 那很可能是野战基地 作为撤退 或者说作为临时军事基地的一个通道 那但是也有人说 其实这是为了避难之用 为什么 因为这边附近有一个神社 那这个神社呢 它其实会有一些重要官员 或者是高官来这边主持重要大典 那如果这个时候遇到嫡袭的话 可以第一时间躲进这个坑道里面 来作为藏身之用 不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掩饰的一个设施 其实还蛮不少的 像在云林 园林这边有一个白果山 那白果山这边有一个西瓜屋 这个西瓜屋很特别 它大小差不多十平大左右而已 那进去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水桶型的防空洞 然后呢这个西瓜屋跟防空洞之间有通道可以进出 可是呢当地的父老都会告诫人们 你不要进去比较好 为什么呢会有灵异传闻 原来呢这个地方呢 里头的防空洞的另外一端 就是白果山的中列池 那中列池的前身是日本的神社 那日本在神社里面摆了两顶黄金轿 里头有黄金座的轿子 那不过呢二战天皇宣布投降 日军撤走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他把这个黄金轿留在这边 那你看啊 好好的这个轿子在那边 你说盗贼怎么会不济于呢 所以据说有两名盗贼 就趁着夜黑风高 想要来偷这个黄金轿 那不知道是因为太过慌张 还是怎么样 结果呢这个轿子 他们在抬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翻覆 重量重到把这两个窃贼压死 活生生压死在那边 而他们沉湿的地点 就是在这个西瓜屋里头 那有人是讲说 就是因为这边是神社嘛 所以冥冥之中有种力量 在去惩戒他们啦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说 这两个人真的就死在这边 所以后来就因此有一些传闻出现 那当然我们就要问呢 这个轿子还在不在 那后来呢 在官方的记录里面 没有提到说有移交 可是不翼而飞 那不翼而飞之后 有人就讲说 是因为官员贪污 把他A走了 那也有人讲说 这个后来被盗贼盗走 但是更多人认为说 他还放在里头 只是暗藏在人家 不知道的地下坑道里头 那所以到底是不是如此 反正没看到了 所以传说非常的多 对没有错 好我们到 不管是真妙还是假妙 其实在里面还是要有前进之心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有些庙的出入口 不是给人走的 天兵天将走的 对没错 事实上我们台湾的城隍 很多人不知道城隍爷 人一死的时候 你的灵魂先到城隍庙去报到 所以城隍爷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台北城隍 新竹城隍 嘉义城隍 这些都很有名 台南城隍都很有名 那么其中位于新竹城隍庙 他因为快接近三百多年的历史 一直有一个传说 传说在新竹城隍庙里面 有一个古井 那么当时呢 这个古井盖的时候呢 那么城隍爷只是说 这个古井不要封 把上面盖石板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在上面直接盖 相关的这个庙宇啊 那一直有这样的传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说 一直说 那么晚上的时候呢 城隍爷要夜审的时候 那么就会在里面 而且那个声音真的是从 传说中的古井这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呢 就会有那个兵马 我们不是有那个 城隍爷里面会有那个 相关七爷八爷 铁锁链 那个铁链 那种拉的声音嘛 就会有兵马 还有马匠的声音 会有一种那种立体声音 有那种回响声音 他们一直传言说 是从这个古井出来的 到晚上的时候 出来抓人 银柴出来抓人了以后 然后再抓到了以后 又回来了以后呢 还会夜审这些 所谓外面的这些 那个小鬼啊 所以里面还会有 那个打那个小鬼 那个哀嚎的声音 一直有这样的传说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 因为有人听到声音啊 可是偷偷看 里面没有任何的人啊 没有任何的其他声响 那到底怎么来的 好 重点来了 那因为刚刚说 阴兵 阴将都是从这个 那个古井里面出来抓人嘛 对不对 那一定要有一个井啊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井 重点在于 有没有这个井嘛 那你说这是一个传说 是几百年 两百多年的传说了 那到底有没有 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 整个新竹城隐庙 因为它是古迹 所以你不可以护不护 那我用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种仪器 叫透地雷达 透地雷达就是杜普勒雷达 一直往地下打 打了以后呢 它推过去了以后 那么它的monitor就会出现 下面有东西 通常在寻宝 也会用这个东西 下面有东西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 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嘛 他就在那里面 在整个新竹城隐庙 用这个透地雷达 不断地找 不断地找 真的在佛祖观音殿的下面 弄到了一个 完全跟传说中 一模一样的古井的样子 你知道吗 就在下面 有个古井的样子 而且那古井上面 还真的盖了一个石板 因为传说中 两百年来 传说那个井 当年本来要把它封掉 但城隐庙也说 不要把它盖石板就好 真的有耶 真的有这个东西 那个传说是真的 不是假的 好 来了 那能不能把它挖出来 那因为古迹不能挖嘛 那不能挖的话呢 有井一定有水 所以呢 后来就想说 那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方式 想办法去试探 用很小小小小的一个洞 有没有 然后下去试探 看看那个井的下面 是不是有水 庙方真的下去 想要这样这个 去弄 查看看里面 有没有水的时候 城隍爷尴尬 制止他们的行为 他说因为 因缘还没到 等到因缘到的时候呢 那个水会慢出来 那到时候 水会慢出来 你们不用挖 你知道吗 水会慢出来 那到底真的假的 可问题是 那他这个两百年来 这个传说是怎么来的 原来新竹城隍庙 大概快要建议三百年前 不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规模 那是两百年前 也在清朝的嘉庆年间 那时候城隍爷突然间尴尬 说要盖一个佛祖观音殿 所以直接就在那个井的上面 选中了在这个井的上面 就盖了一个佛祖观音殿 所以井就在 同时以后那个井 就被弄在 埋在下面了 就没想到说 因为大家常常听 因为城隍庙事实上 不是只有新竹城隍庙而已 台湾有很多的城隍庙 半夜不堂去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半夜的时候 就是把通常就是 你有什么冤屈 所以很多人常常会有冤屈 就跑去城隍庙 跟城隍爷讲讲讲 半夜 尤其是拜托拜托 一定要帮我报这个仇 你知道吗 杀户之仇 还是什么仇这样子 坏人 他为什么 那个人间的律法 他没办法 那时候呢 那么你烧了一个书状 告状 跟城隍爷告状 他半夜就掉 硬兵硬兵去抓人 所以晚上有时候 会有那种审理的案子 我们除了新竹城隍庙之外 我们台湾以前 有一个师对抗 常常师对抗 很奇怪 台湾以前 只要师对抗一定死人 你知道吗 阿兵哥一定死人 那么那一年的师对抗 是两军出动 还没有开始打仗 还没有开始 真正的演习之前 特种部队 对特种部队 就渗透到彼此的地方去了 那通常住两个地方 一个是庙 一个是这个教室 跟人家借的地方住 结果没想到说 那当时这个借教室 结果对方也知道 你们一定会借教室或借庙 半夜来突袭 来抓你特种部队 所以他们 这些人看到人家来了以后 轰一汗五的山就跑掉了 然后跑掉了以后 其中有一位特种部队 他就跑到了 当我们在南部 有一个很有名的城隍庙 躲在那个神桌下面 一想说神桌下面 你总不可能 半夜跑来这个都抓我了吧 一看不然就会吵起 为什么呢 外面 有那个七爷八爷的声音是在审案 跟城隍老爷还有判官 他在外面一叫吵起来 很吵 跟城隍报告 这个下面的阴鬼闻 这换了什么罪 他特别把他打开 他心里想说 哇 半夜拍戏 有没有 半夜还拍戏 他一打开一看 里面怎么没有 里面都没有人啊 你知道吗 都没有人 他想说奇怪 然后就把他放开了以后 那么城隍爷说 刚刚因为有凡人 那么刚刚有凡人亏视 所以我们继续开庭 那他一听到这样 你们拍戏 还拍到这个样子 那么认真啊 就把他掀开一看 又没人 那奇怪 到底是搞什么鬼 整我吗 放下了以后呢 那么结果没想到 竟然听到 有这个七爷八爷的声音说 报告城隍老爷 那么神桌下面的人 一再干扰 本能我们开庭 怎么样 他后来就相信 城隍庙里面 确实在半夜的时候 真的有可能有 城隍爷爷老爷啊 开庭了这回事 接下来这个案例 您听了可能会觉得 瞠目结舌 而这个居然真实的 发生在台湾 非常的不可置信 这个呢 是在这个台中杀戮 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呢 当时有一位这个 应该说他们 这是命理界的传说 还是死死 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事情 因为这个碑 现在还存在 这个碑现在还存在 因为当时啊 传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这个螃蟹穴 那一个螃蟹穴 那当然 这个就算还不错 因为螃蟹啊 通常它这个地方 会比较稍微湿一点点 地上可能采样 会有一些泡泡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如果一旦发达的话 他们家族里头 就会非常的这个兴盛 那因为古代人说 山管人丁水管柴 所以通常螃蟹穴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后代的子孙 都会非常的旺 那当时呢 传说中在这个 杀戮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 应该这样讲 有一个这个 非常富有的这个人家 当时呢 因为这个父亲 这个母亲 也死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当时就要把他 埋葬在这个地方 那要埋葬的时候 那请了这个风水师 来看的时候 他说这个螃蟹穴 第一个呢 旁边不可以有太多 就是不可以点火 用火烧 因为火烧了以后 那当然螃蟹就会死掉 因为螃蟹是水性的 第二个呢 旁边不可以见红 所以你不可以用很多什么 比如说 像我们红色的这个风树 可能到了那个时间里头 整片就会变成红色 那但是要让螃蟹穴 发掉 整个发开的话呢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同男同女 那么来做陪葬 所以这个地方呢 当时后来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不敢让人家知道 他真的是用同男同女去陪葬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传闻中这个附近呢 就是做了这个墓之后呢 就有一些鬼怪的故事发生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经过的时候 因为这个同男同女 当然你会想 自然不是他们家里的家人 那一般你仆人也不愿意 不可能把你自己的小孩奉献出来 所以传闻中这个小孩呢 其实透过别人 那么做买卖 那么把他买回来 那么一起埋葬下去了 可是这个埋葬下去 不能够让他死掉哦 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给他行弃 这个旁边要给他行弃 所以准备了一些水 一些食物 给他带进去 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慢慢慢慢 他虚弱就自然会死掉 可是在怎么好的风水 做这种伤人命的事情 会好吗 当然不好啦 所以后来呢 这个小孩子 在那个晚上的时候 你知道小孩子会反应嘛 哭啊哭啊 那也怕死 对 那因为三更半夜那个墓地里头 你像如果 半夜我们可能像 刚才去探险啊 或者年轻人去那个时候 听到哭声 可是你看到墓地 这样一片看过去 除了朝外没有看到人 然后这哭声 断断续续 远远近近的 那当然人家就会觉得害怕 害怕到后来呢 有人经过这个墓地的时候呢 突然间因为他在 那个墓地里头 是这样啊 他左右两边各有开了一个小孔 然后他就听到 那小孔里头就有人在叫 救我救我 因为他看到了人影 可是他没有力气了 那这个时候 那发现的人怎么办呢 他就说好 看看到底什么东西啊 到底有个孔 一看进去之后 不得了 因为一对眼睛对着他 吓死他了 然后这个消息一传开之后 原来那个地方闹鬼 来的人就更少 可是因为呢 有一个这个 有一户人家 这一个村里的人 他的先生晚上都要去 顺残醉 要去晚上去看一看啊 然后天要亮的时候就 他的太太呢 一大早就要帮他 准备一些食物 那么要去给他 那结果他太太 人家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突然间又听到那个哭声 他也有吓到了 可是他觉得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后来那小孩子 已经更没有力气了 所以他一弯下一看 居然一只手 从里头伸出来 他本来是吓得要逃走 后来里面一直讲 救我救我 他看那个手很小 是不是小孩 他再仔细看 原来呢 这个墓的左右两边 一个气孔 那么左边这边 代表男生 所以放了一个男童 右边这边 放了一个女童 原来他们是一对姐妹 所以当时后来 他就把这个东西 拿去喂他 喂死他 好吧 那不然我先生 这个吃的东西 给你一些 水给你一些 那结果后来这个事迹 后来被传到这个 有钱人家里头去 当然他就轰 把这个村里的这个人轰走 你以后不要再来那个 然后为了要避免 杜绝人家 在喂他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把左右两边的气孔 封死掉 可是他忘记一件事情 因为左两边的气孔 是螃蟹要呼吸的气孔 所以他封死之后 家族败落 那他的这个大儿子呢 在没有多久之后呢 就走掉了 那他的女儿 也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因病而身亡 这个墓到现在 目前都没有人在扫 只剩下一片荒芋 再来看看 其他国家的地下城 是 在其他国家的地下城 可能就让人家听了 会觉得毛骨悚然 因为他们人类都觉得说 你越往地底下 就代表你旅阴间越近 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国家 很多被发现的地下城 就让人家觉得 是否它是通往冥界的一种 一种冥界 首先我来大家看 郑中江的这个 卡帕多奇亚地下城 它是位在土耳其 这个地下城之所以 让人家觉得恐怖 是因为 你知道它有多深吗 惠眠 现在如果你去 画面中这个 看起来好像没人本坏 那是在地底上 你有本事你就下去 我告诉你哦 所有带你下去参观的领队 都一定会提醒你一件事 绝对不要脱队 你要是脱队抱歉 我能不能把你带上来 我实在是没法 因为你在下面 就像迷宫一样 它现在土耳其政府 在卡帕多奇亚地下城 这36个地下城当中 最壮阔 最深的叫凯马克里地下城 现在画面中 你所看到的就是凯马克里 除了你下去不能脱队 你不可以任意地拍照照相像 而跟前面的这个 失去联系之外 还有一个 他土耳其当地只开放地下四层 那地下四层如果一层 以三公尺来算的话 就是我只开放你到地下12公尺 那为何下面土耳其政府 风口不提不开放呢 他们说这地下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可能有些地方 有些这个遗迹 让人看了会不舒服 有很多宗教的一些 奇怪怪的一些遗迹 那甚至有人说 在卡帕多奇亚的这个地下城 最深的还有到将近有三四十公尺 那也就是十几层了 那他们现在这些游客去 看起来都好像还不错 我跟各位说 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 这个地方难道 真的是土耳其 通往冥界的一个秘密所在吗 我说真的啦 如果真的是通往冥界的话 那也未必会开放给你看 历史学家有人研究说 其实是当初有很多的基督徒 在西元一世纪的时候 为了逃避罗马帝国的迫害 所以你看看 从欧洲西欧这边 一路逃逃逃到这边 然后在这边 可是问题是 有科学家来研究 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下面的温度 神呢 竟然都可以 一直维持在13到15度C 他是怎么办到的 难道这就是一个 我们讲的地下阴间 冥界的温度吗 然后也有科学家去发现说 他每隔一个距离 就会有个竖井 他们怀疑这个竖井 就是可以让下面跟上面 永远保持空气新鲜的 一个关键所在 那换句话说 这下面有很多人 终其一生不见天日 都没有出洞口过 那又是在里头 有什么样的秘密仪式 不得而知 另外一个 我带惠美去看的 也是让人家觉得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下建筑 它是位在英国的肯特区 那这个呢 它的地下碉堡 之所以特别是 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的墙壁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地方 让你觉得不可思议 很漂亮 贝壳耶 全部是贝壳 没有什么砖泥砂 没有 全部用贝壳 结果呢 他们大概出估 这个叫做 马开特贝壳地下石窟 用了大概有460万个贝壳 这太壮观了 惠美 你去想一下 当初下令建造 要用460万贝壳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石窟 下令的人 他必须耗费多大的人力 没错 盖这个石窟 你说死了多少人 还有一个在墨西哥 尤加敦半岛 那边也有一个地下洞穴 这个地下洞穴 竟然升达差不多 有374公里 他们怀疑 那是因为跟当时的 马亚帝国 他们信奉的宗教文明有关 因为你知道惠美 马亚帝国他们相信 人的亡灵 一定要通过水路 才能够顺利地到达阴间 当初你在 碑名神标里面看到的 帕卡尔大帝的陵墓 也是有水道系统 那现在发现了 这374公里 他们说 哇 那可能可以超渡 很多很多的亡灵 水下洞穴 通往阴间 是 这个世界真的是 无奇不有 今天带您来看的是 神奇的地理世界 广告之后 惊动的崛起零 马上回来 轿车才通过路口 就撞上同行机车 紧急下车与碰撞声响 让一旁收摊的民众 转过头惊吓 插看 22岁的装性男子 就是宾氏车驾驶 身份确认后 随即进行酒车 酒车值0.75毫克 装性驾驶却反而 一连冷静 当场遭到逮捕 看看宾氏车 logo撞断掉在地上 前方玻璃碎了 车头也撞坏 不过开车的驾驶 却不是车主 看着满地血迹 机车从碰撞点 到停下来的地方 位移了至少100公尺 死者丈夫 遣着驾驶酒后开车 说妻子开太阳饼铺 打烊下班 大半夜却一直没回家 没想到 却是遇上死结 遭人酒驾毒命 高雄热闹和平商圈 传出大火 起火点就在 三角窗咖啡店的四楼 乐器行招牌上头 落地玻璃破裂 冒出浓烟大火 由于四楼屋内 还有人受困 消防队出动 云梯车救援 并疏散咖啡店内 所有的员工客人 还有人因此被吓哭 而这大火怎么发生 隐私是住在四楼的房客 恶意纵火 咖啡店的员工 脸颊被刀划伤 对于过程不愿多说 而四楼房客被救出 人无大碍 他因为击欠四年的水电费 以及两年房租 遭到法院点交 必须强制驱离 由于在全人是咖啡店 法院人员 十点多跟员工陪同查封 十一点多 他冲下楼理论 并持刀划伤员工 接着又跑回四楼 疑似点火引燃 五名少年 骑车行进水门 正在停等红灯 后方四台车尾随载后 立刻包抄 男人挡住了去路 几十名二煞冲下车 就朝少年猛砍 其中一名少年 吓坏了 趁乱骑机车逃逸 一台轿车紧跟不放 就怕少年去报警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被砍少年的机车 停在一旁 血迹见满车身 满地都是大片血刺 无名少年相约出游 却被十几名扼煞蓝车 吃西瓜刀棍棒 一阵砍杀 两发码都有主联邦背景 血气方刚 网路开窍 目前警方带回涉案的九个人 三案为谁送饭 今天惊爆追七零 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会觉得自由跟呼吸 是一样的自然的 好像天生就享有的 只要是有情有时间 其实要出国 这个机票一定就飞出去了 但是您知道吗 过去在戒严时期 其实台湾人是不能随便出国的 您要出国 必须拿到警总的批准令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您知道改变的关键 其实跟一个归国学人有关 而这是一起 至今没有办法揭秘的悬案 详细的状况 我们请资深社会记者 王瑞德来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台湾人民 可以自由出国到世界各地去观光洽商 那么事实上这个自由 不是从天而降的福利 而是一个人的牺牲有关系 那么他就是伟大的陈文成教授 他在就读建宗 跟就读台大的时候 表现非常的杰出 后来当年那么建宗台大 美国留学几乎是台湾的 很多的学生必经之徒 所以后来他也顺利的 来到了美国留学 那么留学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后来就留在卡内基大学 那么当助理教授 表现非常的杰出 但是只因为一张支票惹了祸 是什么支票呢 因为在民国70年 那么他带着太太 跟刚出生大概满一岁的 这个儿子来到了 回到从美国回到了台湾 他此行有一个目的 就是巡回在台湾各地 进行一个演讲 然后预定在7月的时候 就在7月1号回到了美国 准备新的学期开始 结果他在演讲的 所有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警备总部都派人 全程收集他演讲的过程跟情资 那么也就在7月1号的时候 原本那么陈文成博士 应该要拿到警备总部 核准的这个出国令 然后呢就准备缓回美国去了 可是他一直没有拿到 这个批准令 所以后来他透过了一些管道询问 并且要求警备总部呢 要批准 否则的话呢 他要这个透过美国的这个学校呢 那么把这件事情啊 诉诸于国际 那么后来啊 警备总部就在7月2号的那一天 也就是民国70年7月2号的一大早 那么来到陈文成的这个家里面 当时陈文成是投诉在自己的 这个亲友的家里面呢 那么警备总部派了人车 来把陈文成博士给接走 当然也出示了那一张 所谓的陈文成博士 从美国寄来署名给这个 美丽岛杂志社的捐款的相关的影印本 结果呢 根据警备总部的说法 征讯到了下午6点 那么当时呢 还用了两次餐啊 吃了两次便当 那么到6点的时候呢 重新制作笔录完毕了以后 就把整个笔录呢 那么拿给陈文成 重新再看过一遍 有没有意见 也经过上级长官的这个指示呢 那么看看哪里需要征捕啊 所以后来大概8点多的时候 询问陈文成需不需要派人车 再把他给送回去 等到隔天早上7月3号早上清晨大概快接近7点左右 那么有一位习惯到台湾大学去这个散步啊 去那个地方找个早安晨跑的一个民众 他在经过台湾大学的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呢 发现有一个男的倒在这个图书馆那边 然后呢鞋子呢 事实上鞋子这个两双鞋子就在他的城市处的旁边 吓了一大跳以后 立刻跟台大驻卫警报告 也立刻通知了19跟110 当时大安分局的远警呢 刑警呢赶快赶到现场 后来发现死者就是昨天被警备总部约谈的陈文成 那么因为他前一天被警备总部约谈 所以呢后来隔天就陈时在这个地方没有回家 那到底是谁干的 那么当时呢在国际人权团体里面呢 直接点名就是警备总部的政治追杀 所以呢后来呢包括这个杨日松法医等等 国内的几名法医 那么也包括陈文成所任职的美国卡内基大学等等 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有一位 当时的病理法医非常文明的魏契博士 魏契博士就是替美国总统遭暗杀的甘乃迪总统呢 验尸的那一位法医啊 那么也来到了台湾一起参加 他整个验尸跟解剖的过程 他们发现陈文成博士 他的背部事实上呢有两个痕迹啊 这两个痕迹那么显然是在身前受到撞击 也就是说他最大的可能是从台大的图书馆的这个五楼 因为他旁边那个图书馆外面呢 有一个安全梯啊太平梯 所以最后大可能是从那边坠落的时候呢 背部被这个等于说图书物给撞到 后来根据这两个痕迹呢 去这个现场进行描绘了以后 发现在二楼有一个突出的一个点啊 突出的一块 那么事实上跟陈文成自己本身的这个痕迹是吻合的 也就是陈文成确实是从高出坠落的时候 那么被这个东西弄到 然后呢他的肋骨断了很多根啊 那么甚至于他的断骨还刺进了他的肺部 最后因为这样造成包括内出血而死亡 而陈文成事实上呢 他在坠落的那一刹那 他还曾经这个挣扎了五分钟以后才断气啊 我们来看看好好的一个归国学人 怎么会诚实在台大的校园里面 警总企图把全案导向畏罪亲身 甚至毁灭他的人格 说是跟婚外情有关系 引发各界哗然 究竟凶手是谁 瑞德 警备总部高层 竟然有人故意向媒体释放出一个讯息 说有媒体有这个所谓的目击者 曾经发现有一男一女 那么来到了这个台大图书馆的这个太平地走上去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还故意释放说 哎呦 陈文成回到台湾了以后呢 曾经独自一人来到墾丁去旅游了四天 怀疑是否为情杀 那么事实上呢 是否为情杀 是我为婚外情这个事情 一讲出来以后 更使陈文成的家人没办法接受 更让很多当时从事与党外民主运动的人觉得 你如果是你这个杀人的 你还要把陈文成给污名化 说他是因为婚外情 所以呢他畏罪或是殉情 太过可恶了 而警备总部呢 受到来自于国内外的这个 尤其是国际人权团体的指责 那么还阵阵有职出来 曾经说 我们有把他录音 然后呢 我们还有把这个陈文成的博士呢 送回家 只是换了一个错误 没把他送回他的家门 那更离奇的是 陈文成曾经来到了一个邓姓的这个 教授 他的家里面喝了一点小酒 写了一封英文信 这个英文信到哪里去了 他英文信是谁拿走了 更离谱的是 当时侦办这么一起 国际瞩目的重大案件 结果当时负责 而征讯的这些警备总部的相关的各级的长官 竟然没有一个人接受做笔录征讯的过程 陈文成在征讯过程当中不是有制作笔录吗 不是有录音吗 就没想到他的录音档跟他的笔录 竟然不翼而非不见了 不见了也就算了 那么事实上他的承办人啊 后来移民到了美国 因为外界把整个矛头指向警备总部 他还在美国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呢 他还一有所指的讲了一件事 说当时陈文成 那么征讯的录音带 事实上曾经在当年的 国民党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当中放过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录音带是有copy的被挡 那么问题来了 那copy的被挡到底在哪里 copy的被挡到底说了什么 问了什么 那么陈文成的父亲啊 生起人最大的这一个 等于说遗憾的事情是 他的儿子死了 但是解剖了以后呢 部分的器官啊 事实上并没有归还给陈家 所以呢念之在之的是 希望陈文成被解剖的相关的这些器官呢 最后能够跟他的这个坟墓呢 跟他所葬的地方合葬在一起 让他能够把所有的全身呢 有个全尸的概念啊 所以后来经过不断的要求跟陈情之后呢 最后终于当局同意 把当年从陈文成身上解剖的时候的简体 送还给陈家 那么陈家一样把他葬在陈文成的墓 但是问题是没想到竟然在当年啊 那么这件引起国际这么重视的案件 要用陈文成的名义申请一个基金会 竟然不可以 竟然不可以让陈文成的这三个字 那么直接成为基金会的名字 也是经过不断的抗争 抗争再抗争 然后最后才有现在的陈文成 那么相关的一个纪念会啊 那么事实上呢 也就在因为不断的时代改变了以后 台湾越加的民主 所以后来包括台湾大学 都把陈文成这个事件 写进去他们的校史里面 而台湾大学呢 最后在学生跟这个校长的合力之下呢 那么事实上现在的台大 还有一块专区是陈文成的纪念专区啊 因为陈文成他的牺牲 所以呢很多的当年呢 在警备总部统治 高压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呢 那么台湾人民根本连出国的自由都没有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引起了国际人权团体的注意 所以最后国民党当局被迫 从此以后 那么台湾人民出国 不需要再拿到警备总部的批准令 而可恶的是 当年在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死因的前提之下 警备总部就想用关外情 一笔带过一手遮天 所以最后的结果造成最后 连警备总部自己都因为这样子 最后被迫废除